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了 今天又到了我们每周前聊的时间 这个礼拜是奥林匹克在法国的开幕式 今年对奥林匹克是在法国举行的 觉得因为法国前段时间一直有游行 还有它有城市的一些治安的问题 可能有很多的人会比较会要考虑它担忧吧 但是我觉得从电视上面看来 最后大家的开幕式之后 还是蛮成功的 很多东西它做了跟往年的奥林匹克 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今年 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很大的体育场 让所有的运动员进来 有一个很大的仪式 它没有这样做 反而是用了一些法国已有的一些建筑 或者是它的三大河 还有它周围的一些很有很有文化机 在作为布景的来开这个开幕式 同时它每一次的开幕式都会有运动员或船 从河上过去 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开幕式的方法 但是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 就是说今年法国政府不愿意用太多的波金来做奥林匹克 主办奥林匹克的这些国家呢 大部分的国家除了Los Angeles那个 两一九八几年的那一个开幕式呢 真的是Los Angeles那个 美国是有赚到钱 但之后呢很几乎每一个国家 他们自己办这个奥林匹克之后呢都是亏钱的 今年的法国政府呢就决定了他们有一个很非常非常tied的一个budget 他就尽量的不要让这个这个体育活动呢 把它变成就是一个对政府的压力 如果真的可以真如果是真的法国政府可以做到的话呢 那可能他是可能就是那他也许就是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国家用了最少的budget 最少最少的这种budget呢 这场非常非常有历史性意义的这个运动会 那今年呢新加坡的政府呢也会 现在新加坡呢有很多的运动员去参加这场比赛呢 那我们呢就在祝福所有的运动员啊 就是说希望你们呢可以拿到你们自己想要的成绩 在这边给你加油要尽量的发挥 我没有办法去现场呢就在这里为你们加油 这一次呢我是想要讨论一下呢 新加坡的男生呢要去当兵还有这个运动员的生涯的这个问题 这个男生去当兵呢在其实很多国家都有 比如说台湾啊还有韩国都有就是男生一定要去症病 那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或者是你是一个艺术家 比如说你是K-pop star 那你可以呢就是延迟你去参军的这个时间 但是呢这个参军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可以就是取消的 不管是除非是你是真的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可能是健康上面啊 或者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你的mental health有一些有一些问题的话呢 那你是当然这是要很多层的检查确定了你才会决定说你可不可以取出掉你这个当兵役的这个obligation 但是在新加坡呢就是不管是你事实上什么样的情况 几乎所有的人都都需要就是哪怕Joseph Schooling 就是新加坡的第一个拿到金牌的奥林匹特运动员呢 他最后也是还要去当兵的就是当他把所有的奖需要参加啊这样子的结束之后呢 他还是还要去去除我们所谓的serve the national service serve the NS 那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吧 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对这个就是运动员是没有办法就是wave到这个NS obligation 其实前几年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个新闻是有一个十几十七岁快十八岁的一个男孩 他其实就是踢足球呢是一个有很大很大的天分的天赋的 就是他们的家长呢也是老师呢也是鼓励出了他可以去专业真的是去专业球队 然后当时好像也是被英国的哪个足球俱乐部有选的 那那个时候呢他就说是他一定要先要去踢足球 踢大概几年然后可能就是能不能不要去参加NS 是他那个年龄 但是呢这个政府呢就把这个他的这种请求呢就给就没有给他 就是 denied the delay out of NS 所以的话他最后决定了就是他就是自己self 不能说self exile吧他就是自己就离开了现在活 他要去追寻他自己的足球心意生涯 这个呢当时呢是有一些争议的 因为当时就是国防部没有给他 因为呢那个国防部就觉得说你去做一个professional athlete 其实就像你是要参加比如说你是一个律师 你是一个医生或者你是一个职业 比如说你是上学的职业是一样的 他在他面在他眼前都是一样的 你是professional athlete 你非常地 pursue academic 还是不管你是lawyer doctor 什么的他是在在在这个国防部的眼前都是一样的 那你如果想要去追求这种professional 或者这种职业的话呢 那这个这样子的旅游呢 旅游呢是不完全不可以就是建成的 所以说就没办法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这个三郎海呢 他最后就决定就是是离开新加坡呢去 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回来 因为你如果去躲兵役的话是要坐牢的 就是他如果很明显他是不想要再去参兵了 回来的话呢 那肯定是新加坡政府一定会把他送去军 那种叫什么military jail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如果新加坡政府他们真的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运动啊 或者给国家的运动员啊 给他们更多的一些flexibility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NS这部分呢 他们需要做一些适当的一些审核 当然并不说是你是所有的人 就是哦我参加二国家队呢 然后我其实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我的我的我的truckcracker也不是非常好 那我能不能你把我免能免了这个 你能不能把我把我这个当兵役的这个responsibility obligation把我免掉 因为我在国家里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那应该不一定了 那你是一定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天分 然后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career path 就是这种national athlete path 就是这种national athlete path 在你的面前已经已经有安排好的话呢 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观念的话呢 我就觉得西加坡政府呢应该要自己想一下 你可以你的counter argument 就是说是你看韩国也有这种就是manitary national survey 这种东西 那你看连kpop star他们都躲不过去 他们你可以晚点来参 但是他们还是要去什么想想 BTS的话 他们最后也是还要去去serve 他的military obligation对吧 对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的你的counter argument 但是呢你也可以想想啊 你从一个国家的利益来的话呢 BTS每年呢给韩国政府是带来多少的盈利啊 那如果他一年他不去performer的话呢 他这个韩国的经济呢 他有没有他也许就会有一些影响到 所以呢我觉得政府呢也是会看到你这个人 这个citizen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ok你说你如果不能不来财迷他 那你what can you do in exchange 那在BTS的情况下呢 就是他给韩国的经济呢 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boost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 可能韩国的政府他要再重新考虑一下 那我们就讲到新加坡呢 那新加坡的话大家也知道 其实运动员在新加坡是付的薪水是非常少的 而且很多都是兼职的 就是他就是新加坡你如果做全职运动员的话 是不可以生存的 你肯定你还有一个那个 一个full time job 来support 但是呢这个运动员呢 他的训练呢 什么的还是不可以少的 所以的话就是在新加坡的话呢 运动员的这个支持呢 可能还是不够的 那如果在这个NS上面呢 还是没有很大的一个fluxibility 然后在这个financial的这种 这个方面呢 对运动员的支持呢 也没有那么多的话 那也许有一些可能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呢 去出去比赛的话 也会要三四二行说 我需不需要要真的要坚持这个career path 因为第一 你去参加NS的时候是 你的大概是18岁到20岁 有些人是19岁到21岁 这段时间呢 对于一个运动员呢 他的生理上面呢 他是一个very is a peak prime peak prime age 就是你那个时候呢 你的身体啊 你的荷尔蒙啊 还有你的生理上面呢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体育天分的话 是这两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错过的话 他是不是说是 我不需要两年 我两年回来 我还是一样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的这个身体 你就完全就错过 你就没有办法 把你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和关节呢 可以再达到一个 所以这两年呢 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国防部 会不会就想说 OK可以让他delay 或者再delay 让他呢 就是用他身体的最 心情态言最棒的时候呢 而去去做训练去比赛 为国家可以多拿一些奖杯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regiment的话 也是很好的 那现在就是完全免掉 他们不去上兵役 不去当兵的话 那是不大有可能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 就是把他继续delay delay 哪怕是完全就是等他这个 professional career 是完全是已经过去的时候了 你可以让他再回来 再做这个兵役 你看就像Joseph Schooling一样 他是这个体育生养 他是有一段时间的 那很明显的 就是几年之后呢 他的体育生养 算是走到他的尾声 所以呢他会回来呢 再参加这个MS 如果moving forward的话呢 那这个新加坡的Defense 还有Mandive 有没有可能 就是再重新看一下 这个对体育 国家体育运动员呢 会不会再给他们一些 例年系 然后可以让他们 再在所谓的 在于他们生理的这个 最高点的时候 给他们这个机会呢 继续去训练 继续去拿个多的奖杯 然后等他体育生养 快到结束的时候呢 可以让他们再回来 再补这个MS 但我知道 新加坡政府他有这个MS的要求 是他有一定是他有 他的原因的 一个母亲 一个生活在新加坡这边 事情的时候 我是自己本人是很支持MS 因为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小朋友呢 大部分呢 都很缺少这种 比较艰苦的锻炼 所以呢 他们去经历这个MS 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是一件 那就是希望呢 可以有没有可能 这个有一些viggle rooms 跟就是National Defense 还有其他的 国家运动员协会呢 可以有一些negotiation的 的空间在里面 毕竟现在的 去参加MSM的 的这些男生 跟以前50年 或30年前去的男生 已经不一样了 或他自己也在 慢慢慢慢的强大 也许呢 就会有更多的人 他们有更多 呃 也许运动上的天分 会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新加坡的 Defense Mandive 或者是 国防呢 要不要考虑呢 给他 给这些特别的 这些 有一些的viggle room ok 好 那我 这是我的想法呢 我这种想法呢 你觉得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下面呢 可以留言 把你的想法 分享出来 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去到MS那段时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你也可以把你们的经历分享下来 好 谢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